980平台我刘俊耀 寿佑耀 黄山山黄大律师在现场 珊珊你好 大家好 这一段时间有点短 就不接call in了 现场的听众抱歉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案例来 这个抛弃继承跟以及 就是你的监护人 在对于未成年子女 他做的一些 不管是担保 不然是签了什么契约 这些只要是不利于 子女的 未成年子女的 通通未来都会变成无效 或者是怎么样 有哪些的案例 可以跟大家多做些说明 让他印象深刻一点 在法院的案子里面 通常都是说 用房产 跟这个案子差不多 房产向银行设定 所谓的抵押 然后都用儿子 一个8岁 一个40岁 一个8岁 有分别三个案例都是 他们是当连代保证人 法院的判决完全一致 就是因为 父母不是基于未成年子女的 利益所签的保证 连代保证 这个部分 子女成年之后 如果不同意的话 可就是无效 所以不用再赔 那银行通常也不会再上诉 因为这个案 这个法条非常的清楚 但是就这个案例 就是台营的这个 已经到执行的阶段 所以这个女孩子 几乎已经没有机会再 再去申诉 她才会去 一直被扣钱 其他的案例 只要你去申诉 或者是主张无效的话 几乎都是申诉的 真的 你看你刚讲这几个案例 还有借到三千万的 是啊 四岁 四岁 一个七岁 一个四岁 去当连代保证人 然后跟一银 这样可以借三千万 可恶的都是 这些一银也是 以前的所谓的 三商银 就是什么银行库 怎么会 就是 我们的银行 这是分了头了 你在放贷的时候 你为了 他这是为了 为了绩效 所以你看 弄了多少卡奴 这个人已经 已经申请了几十张卡 你连针都可以找得到 你还发卡 是 那一个人可以发几十张卡 那这些银行没有错吗 对啊 所以说 你放贷的时候 为什么四岁你也带呢 像这种呢 你银行有那样的效率 后来这个 这个明明就变成呆账 你都大概都可以预见这个结果 对 变成呆账 你还是带给他 是 你为什么 你放贷 你们不是都要核吗 是 核准吗 对啊 审查吗 是 我们每个人去带 你这个挑来挑去的 找你麻烦 为什么有人不带 就是有人乱搞嘛 OK 好 今天时间关系 先聊到这边 希望大家 如果在法律上面 你们有一些 疑异的 也就是要尽早处理 比较 反而比较 因为这个 可能都还有一些时效的 对 时间差 OK 好 今天非常感谢 深夜到我们现场 谢谢 谢谢 谢谢